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接下而言 此外之内 静的真大 却可逃 不思不忘不相望 大方星星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安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教学为宪宇宙 崇德新人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这里是天下父子第一课 第三集 给父母喂饭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 世人都该看的一堂课 太教育人 节目的开始 我们听说有的家长 有疑问 是吧 是 现在很多家长打来电话 就是希望把孩子 非要送到陈老师这来 说我们那么相信陈老师 我们就听陈老师的话 我们就觉得 孩子只有教个陈老师 才能教好 如果不收的话 那你们不是说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吗 那为什么不收我们的孩子呢 头一个 我在这儿 也代表我们这些义工 都非常感恩这些家长 对我们很信赖支持 然后呢 我没有学校 你把孩子送来 我带不了 大家都送来 我就更带不了了 第二 就算有学校 装不下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哪有那么多座位 一个房间 二十个座位 三十个座位 撑死了 那得需要老师照顾 哪找那么多老师去 这是第二 第三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看到了 我们特别要跟那些家长讲 我们不是听某一个人 我们听老法师的话 大家也不知道听我 我们听师父的话 师父告诉给我们 家庭教育排在头一位 那你的孩子 现在看到你说不好管 也好 是想学传统话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榜样了 所以在家里先学 谁教你 父母教啊 这是你的天职 不要推出来 推给哪个学校 我崇拜某某人 不管用 一定是父母 长辈在家里先教 交上他个 一段时期 你们就跟这个家庭一样 就跟这石家壮的一样 录一篇光牌 寄给他们 让他们看看 这是入学的资格 没有这个 哪个传统 哪个学校敢接 不敢的 我是肯定不敢 所以说 这个就是标准 谁定的 古圣先先定的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最后是独行 要做到啊 你的孩子既然天资这么好 他做得怎么样啊 师父老人家常讲 做到 要把弟子龟 感应篇 十善业 做到 你才有资格 入学 谁教呢 父母教 榜样呢 就是今天这个节目 这一家人 你看这个妈妈 普普通通 孩子也很普通 你看 做给我们大家看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录像 太教育人了 你越看 越受感动 越知道方向 越明白 你看这是捡回来的菜 母子二人 爸爸在边录像 中午饭有了 把那个坏的 脏的都给他弄掉 你看一起做 这孩子从这个录像 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没闲着 发现没有 是 一直没闲着 你家孩子也没闲着 天天在那吃喝玩乐 一直在那 那么没用的 你看看他 你看人家这也是没闲着 净干正经事啊 帮妈妈做活啊 不干不行啊 你看 这都是捡回来的菜 洗洗多干净 他这是捡回来的水果 把它洗干净 他们是先供养 供养佛 然后呢 供养老师 就对着老师照片 供养老师 念感恩词 然后呢 这个小孩 再拿他来 先喂妈妈吃 妈妈吃完 剩下才是他的 这些都是捡回来的 捡回来的 对 你看看 这是妈妈教的好啊 你看看 捡回来的水果 也要先供养 你看 所以孩子的恭敬心 大家看 这孩子恭敬心 就是这么教出来的 恭敬 我们讲孝敬 那个敬 怎么来 一定让他做到 你看你不磕头 他哪知道敬啊 看看 喂妈妈 不过看到这 我们也觉得 现在人太浪费了 这一盒喝酸奶 就可是生个人咯 你看看 妈妈也跟我们讲 每天捡来的菜 吃不完的吃 拢菜的人太多了 对呀 所以你说 他能没有宅货吗 现在人 糟啊 你看人家怎么活 给自己修福 省些钱来 做善事 放生 救命 啊 佛化家庭 好不好 你看看 这孩子多懂事 这是特别训练自己的儿子 啊 怎么照顾老人 怎么照顾父母 你看 快了慢了都不行 还得有顺序 你看 所以孩子聪明 会伺候人 会照顾人 从这儿练出来的 他不是说会被四书五经 你就会了 不是 他得做到 你看这五岁的这个孩子 我们大人 都惭愧啊 为什么我们都没这么喂过父母 没人这么教我们呢 所以现在 传统文化复兴了 真的有老师了 有这样的父母发心了 好人就出来了 你看这孩子开始切菜 看到这个画面呢 今天我就问这个孩子的妈妈 我说这个孩子 从做饭有没有切过手 或有没有烫伤过 这个妈妈讲 从来都没有 你听听 各位家长 咱们大人孩子一块 咱们都来听听 听什么 这孩子拿刀啊 他在那切菜 都危险 危险 谁危险 你危险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危险呢 他心清静 管教的严格 他就这样 你看人做菜 做了这么多年 没三年 有两年了 也是 是不是 这个妈妈讲 平常呢 像这种安全常识课 怎么拿刀啊 什么东西不能碰啊 天天会给孩子讲 所以他在生活中 这些切菜什么的 基本上就没有受伤过 大家记住 你要不教 真危险 你说这孩子 一辈子能不切菜吗 哎呦那你真的是 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上来第一刀 先把自己给切露 那准把自己切露 为什么 从小不教这个 这辈子学着干嘛 你说学着干嘛 活着的教育啊 难道他天天下饭馆吧 现在是男孩女孩都不学这个 所以长大了 大家谁都不会做 两口子就离婚 下饭馆 下的最后没钱了 哎 离婚吧 你看这孩子 如果单单看这个画面 大家一定想象不到 这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切菜 完全看这者 走开 会儿 않을 前面 曲 你们 对 是准备要炒菜了 你看它一挤一动 它非常机灵 对 应该是看里面有没有水 真正叫越干活越机灵越聪明 你看下锅炒了 老师家里用的这个炒菜锅 都是人家不要的 他们把它拿过来用 全是捡来的 全部都是捡来的 这些录像我们希望能够传至千年万世 你看看 这就是佛教的好处 好不好 真好 人有良心 有爱心 他自己能自立 能自强 你看看 你看看 谢谢 这锅菜看上去挺香 你看看 多熟练 你看看 熟了 先把电源拔下来 你看看 应该是他妈妈教的安全常识 对呀 多有规矩呀 说实在话 现在就是不教啊 不教 你的孩子人生处处都是危险 你看人家五岁四岁就教这个 一生平安 你看 这家一个小手端这盘菜 你看 这菜吃着一定香 为什么呢 自己儿子做的 亲手做的 哎呦 这个孩子在家活的时候很有顺序 有顺序 脑子非常清醒 哎呦 烙的饼 炒的菜 妈妈喝的水 在这儿感恩 你看看 这妈妈就眼睛就不离儿子呀 这 现在你的孩子为什么教不好 你那眼睛啊 没在孩子身上 好 开始 进餐 你看 我们特别想让家长长辈看看这个节目 为什么 你这辈子有这享受吗 啊 还有学校的老师们 你们看看 你教出来的学生能这样办吗 这是没上过学的孩子 哎 要喝点水 你看这个动作啊 非常从容 而且很谨慎 是吧 一点都不能撒在妈妈身上 你看看 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 看着 啊 对呀 你这个时候啊 家长们要记得 千万不要嫌孩子手慢 嫌他笨 他刚开始都这样 他慢慢就熟练了 一定要有耐心 啊 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口饭多吃少吃 那不 那是小事 吃好吃坏 那是小事 把孩子给交成了 这是大事 好 现在该轮到他吃了 长者献幼者后 弟子归 这个孩子 这个家 做到 谁交的 妈妈爸爸交的 必须 父母先吃 然后才轮到你 你看 这就是家规 家风 你看 你看 这孩子不像个小大人 你自己看 我们很多大学生看了 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也就是 也就是十来岁的那个智商 啊 那个心智水平 那这幼稚无比 你看看人家 大家看到这些 要知道 一个孩子的德行 威仪 啊 美好的品德 都已经学成了 练就了 怎么来的 他长大之后 说你 你这些美德 你这些能力 哪来的 大家看到了 你看像不像小大人 而且呢 因为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 离他爸爸上班的这个路程很远 嗯 这爸爸要早上五点钟就要从家里出发 骑自行车去上班 哦 所以说这个这个爸爸就跟这儿子讲 说爸爸明天要上班 你要起来做早饭 如果你不起来的话 爸爸就没有早饭吃了 哎呀 然后这个爸爸也会讲 是 然后这个小孩那时候才四岁 他自己定好闹钟 但是他怕自己醒不来 他说妈妈 我今天我不脱衣服了 我坐着睡觉 我坐着睡 大家听听 要我说这就是二十五校 啊 为了给爸爸做早饭 爸爸上班呢 嗯 做早饭 你看看这孩子 坐着睡觉 怕自己睡过了 是 这片孝心 不是嘴上说的 不是拿毛笔写出来的 是他发自自己的那个孝心 他自己做到了 对 结果这个孩子就是四点钟起来 把早饭做好了 为他爸爸吃饭 然后侍奉爸爸吃完饭之后 爸爸去上班了 他再开始准备 妈妈的这个洗漱用品 开始照顾妈妈起床了 自从这个家长看了这个 学生要有好老师之后呢 原来妈妈都是起在孩子前面 妈妈先起来 然后做准备 从那堂课之后呢 都是孩子先起来 先把妈妈所用的一切都准备好 然后妈妈再起床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这个孩子 他会练习着 把时间安排得非常好 他不会让妈妈等着他 我们有一套节目 叫做 孩子要有好老师 救急 大家有机会看看 地字龟里边有一句话 朝起早 夜眠迟 早是什么 你要比父母起得早 夜眠迟 你要比父母睡得晚 为什么呢 照顾父母妈 这孩子做到了 他家里这么要求他 就这么教他 他就会做 现在这个孩子 照顾他妈妈到什么程度呢 妈妈什么都不用做 妈妈亲口跟我们讲 包括我上完厕所 都是孩子在帮我冲厕所 我什么都不用管 你看看 就说明 让这个儿子想的多周到 是锻炼他 照顾别人这个周到的程度 那有人说了 他需要这么训练 照顾别人吗 需要 照顾别人是什么 大家记住 头一个照顾父母 那叫尽孝啊 就是在培养他的孝心和孝行啊 是这么个意思啊 父母上完厕所 不用费事 归女儿子给冲 你说他的孝心多周到 孝行多圆满 这是醋溜土豆丝啊 西红柿 柿子椒都在里边 今天捡到的这些 捡到什么吃什么 你看看 不可能挑食 你挑不着啊 所以对饮食误简则 他们家把地子归落实到了 你说我想 我今天呢 我就想 我就想吃烧茄子 没有茄子 今天没茄子 你看他们素食 吃得多好 捡来的吃多好 你看看 还得闻闻 这个是他们吃剩的饭菜 妈妈说我们一点都不能浪费 大家想一想 看看这画面 这是他们这顿饭吃剩下的 你在家里的剩饭剩菜 怎么做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你看看这五岁的孩子 他知道 怎么做啊 你看看 剩饭剩菜 倒在锅里 你看 他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去碗面去了 你看 你看 这半盆面放进来 把今天 全家人的剩饭剩菜 和着这个面一块 你看 你看看 他这动作非常熟练 对 天天做 你看 又开始和面 你看 这小手 全部放到丙城里 你看 有油 有菜 有面 哎 往锅里放 摊饼 我觉得我们大人 看了这个之后 哎 都感慨 你说说 你看这小手 你看 他就这么会过日子 他就这么会过日子 你看 这是人家的剩菜 人家做的也是跟美食一样啊 咱们这辈子哪吃过这样的 饭呢 你看这妈妈会嚼 你看 菜饼 菜饼 很香啊 一粒粮食都不浪费 你看 异地剩菜都不浪费 你看 各位观众我们看看香不香 看着都香 看着都香 自己的儿子 五岁 他做出来的 你说这孩子这一生他能饿着 他能自己的生活受困难不可能 你看 这是干嘛 就是他现在是在和面起子 用这个发面做馒头 这个妈妈跟我们讲啊 这个小孩发面从来不用酵母粉 用什么呢 我们看到他在和这个发面起子 用这个来发面蒸馒头 贫困家的 普通家的人口啊 他买不起你说的那些发酵粉什么的 他就用起子 照样好啊 我们北方就起子 对 还得闻闻 你看 过去我们一说 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学校的孩子 七岁八岁就会蒸馒头了 现在啊 你看看 五岁都会蒸 看着同学们的录像 他们学会了 青出于懒 胜于懒 你看五岁 发面蒸馒头了 今天咱们这屋里边的大学生 弹钢琴的 你们家把钢琴弹的 弹了那十级二十级 一个馒头不会扔 都得你妈妈伺候你 我们这屋还有那大学毕业的 男生 我看大傻小子一个 在这孩子面前 那就是个大傻小子 跟人家真没法比 你看人家这个 你看 火边 你看 我们看古人的经典上常常教我们的 黎明几起 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啊 你看看 这孩子 他们家全部把这个做到了 我们也问妈妈 问这小孩的妈妈 说这天天做饭 一日三餐都是他做 他有没有说不愿意的时候 他妈妈讲说一次都没有 听听 听听 大家可能会问 那我家孩子怎么不行呢 哎 待会我们再看下边的节目 我们就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么听话 你家孩子为什么不听话 你看 你看 这小手 或者 或者蛮的 你看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自奉必须检阅 这是亲自做到了 这个天气应该是很热的 他在这做这个花卷蒸馒头 热 但是呢 妈妈讲说我们家没有风扇 空调更不可能了 从小时候要让他吃苦 我们那个大扁上 有四个字叫 借苦为师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这个 但是哪一家舍得呀 你看看人家舍得 人家舍得孩子成就了 所以 子孙随于 经书不可不读啊 圣贤教育不能缺啊 居身 雾气简朴 教子要有义方啊 你得做到啊 这花卷你见过吗 你看看 不要小看这些生活教育 这一定是他妈妈教他的 教子要有义方啊 心灵手巧啊 你别看是个小小子 比现在那大姑娘啊 那强多了 你看这孩子已经好几次 我看他 插着插销 他很谨慎 还得登板凳 按插销 你说他多小 你看这孩子一举一动 不急躁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 是的 他每次都会先把这个凳子 放到原处 你看 你看 放什么东西都是 有定规 规矩 剃布 这是要蒸馒头 蒸花卷 老师我们看孩子每天做这些 你看他的脸上 都是很开心的 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在家里 打游戏啊 看电视啊 要不就跟父母发脾气啊 每一天都不高兴 但这个孩子好像从来没有不高兴过 大家看 这颗馒头花卷出锅了 哎呀 大家看他那个手法 很熟练的 怎么弄出来 你现在问大学生怎么弄出来 他不知道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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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咱们这节目的还有那新结婚的小媳妇 你们都看看 啊 要我说你们全是败家媳妇 从来没见过这个 我说你们真敢还敢结婚 啊 毁完丈夫就毁公公婆婆 最后离了婚 毁娘家 就这本事 你看看人家五岁的孩子 你看看 这一锅馒头花卷 你这当媳妇的 蒸得出来吗 会吃 哎 我们看到他家里边这个墙上 摆着老师的画像 说明他们的心很成啊 你看 还是顿顿饭如是 一口一口喂妈妈 这种教育太重要了 大家记住 太重要了 父子有亲呢 人轮第一轮 父子有亲 怎么亲呢 就这么亲 眼道 手道 心道 嘴道 嘴长咸淡的 我爸妈吃咸淡了 是吧 耳朵道 哎 这就叫父子有亲的 六根毒舍呀 这是要干嘛 做面条 哎 你是家五岁孩子做面条 你没见过 啊 我们真的是看眼界 刚才老师说 这个孩子的心很成 啊 这个妈妈跟我们讲 确实是这样的 孩子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就是照顾完妈妈之后 先敬香 拜佛 然后对着画像 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问安 然后是向爸爸妈妈问安 这个呀 都是在传统文化学校学的 对 传统文化学校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给家长问安 都是这样 这家长 你看他们这父母回去了 马上就学 对 你现在看着孩子会做饭 会做菜 也是从光盘里学的 看到传统文化幼儿园 看到这些学校 都这么做 学生都这么做 所以妈妈就这么教他 所以这孩子怎么来的 有老师教 有光盘 所以这个孩子在家 每天听老师在网站上讲的课程 早上起床 还要向老师的画像本安 对 这个是尊师重道 老师不需要他们课头 他自己求学的人需要 你没有恭敬心 你什么都学不出来 没有恭敬心 就不会这么听老师的话 你真这么听老师的话 你不受益了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这孩子一边坐面条 一边听着老师讲课的光盘 我们通过这个片段能听到 他在那真是家里在播放我们的讲课 如果你是这个大人 你做个男人 在所有的同学里 这个孩子最好 这个爸爸妈妈来我们这边参观过 到我们这边厨房呢 也看到我们这边每天做饭的 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做饭 而且这妈妈呢 跟着在一起 做过几天义工 所以回去之后 妈妈把在这边学的这些 回去 对 都要求孩子 教孩子 你看看 这面条 马上要下锅了 你看 现在很多孩子 你问他面条怎么来的 都说是超市买来的 没钱到超市买的怎么做 这日子还活不活 他这是做什么 做面片好像 面片汤 面片汤 什么都会做 你看 大家想想 你家里有这么个孩子 哎呀 这碗汤做出来了 这再放点西红柿 那更好吃了 估计是今天没捡着是 哎 你说这家 家里有这么个孩子 那父母多放心 荣耀啊 孝子贤孙啊 将来一定有出息啊 你看他才五岁 他就变着花样 给妈妈做饭 有面条汤 有凉拌面 我们在经书上 常读啊 居身 雾气简朴 教子要有异方 这是人家把这两句话 做到了给我们看 器具 智儿节 瓦否 圣金玉啊 家里边锅耳瓢勺 很干净 那智儿节 虽然是瓦罐的 但是圣金玉 啊 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感受吧 对 他做饭用的菜板 菜刀 包括他洗菜用的盆 还有发面用的那个破锅啊 都是他们捡来的 包括他们 这个 大家可以留意到 他煮面 蒸馒头 烧水 都是那一个锅 你看那个切菜 没菜板 那你要问 为什么没菜板 孩子问 切菜都有菜板 没钱买 没有菜板 这日子能不能过呀 这孩子也能够 你看看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他能把这些饭 做的这么好 那没有那个德行 没有这个聪明劲 讲叫学问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这三样 德行 智慧 能力 他没有的话 他怎么能做 做成这顿饭 都锻炼了 现在的孩子 那得给钱 得买 你得给我这 给我那个 没这东西 这事做不了 你看人家孩子 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的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品德 得到了最好的培养 难道不是吗 瓦否 圣金玉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你住在大别墅里 你出的都是败家子 出的都是 害人虫 都是蛀虫 你看看人家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他所用的一切 都是捡来的 包括吃的菜 对 连菜都是捡来的 对 但是我们发现在 孩子在做饭的 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不高兴 我们也想问观众 如果说你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能不能受得了 对啊 我们大人 问问自己 你别说过这日子 稍微现在生活 稍微差点 要死要活 那自杀那么多 都怎么回事 难道都是缺一勺船 活不下去了吗 我们的感觉是 生活太富裕了 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不耐烦了 你看看 简朴的生活 这孩子在给妈妈 一勺一勺喂饭 喂菜的时候 妈妈欢喜 妈妈欢喜 孩子就欢喜 如果这个妈妈 就像你家里 稍微有一点不行 那就摔盘打碗 这孩子 那就是更使劲的摔盘打碗 交出来的 这我们就听明白 什么捡来不捡来的 有口吃的不错了 自食其力 虽然小不能赚钱 但是还能养活自己 现在全世界有这样人吗 谁在培养这种德行和能力 这种价值观 没有了 独此一家 传统文化交出来的 孩子 五岁他能赚钱吗 他还能养活自己 还能养活父母 做出这个榜样来 我看着 欢欢喜喜 每天吃那个饭 而且人就变着 做着花样的 剩菜倒在一块 霍不霍不 就是很好吃的菜饼 这种生活 我们看了之后 就是羡慕 我们金山银山 每天烦恼很多 不想活着 这不就是结果吗 是很多人 说传统话 这不好那不好 他误会了 他看看这个节目 他就明白了 全在我们的观点 要正确 弟子归里讲 若衣服若饮食 不如人勿生气 他们家做到了 这孩子做到了 太不如人了 百不如人的 连切菜板都没有 菜都是捡来的 人家 一点不高兴都没有 欢欢喜喜 父母也欢欢喜喜 这一家人 见何通解 我们看了 能不受感动吗 会享乐不算本事 有的孩子说 我能吃撒汉堡包 麦当劳 我天天得去 那不算本事 花父母血汗钱 那算什么本事 你能把这些菜自己捡回来 洗干净了 做成香喷喷的饭菜 父母吃完了之后 还不拉肚子 很健康 很欢喜 本事 不要父母一分钱 能活下来 像这五岁孩子一样 本事 这叫光 动不动跟父母要钱 动不动让父母 伺候自己 做一桌子饭菜 可耻啊 不如这五岁孩子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荣辱观 我们学这堂课 为什么 告诉给全世界 我们的价值观 从古以来就是这样 自使其力 能吃得了苦 能做得了大事 为什么呢 他有这样的事情垫底 这种苦垫底 他什么苦吃不了 这一生平平安 你家孩子为什么要跳楼 那要出走 为什么 一丁点苦受不了 稍微一什么一点 马上他就活不下去了 那个安人这孩子 天将将大任御死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发其身 行佛乱其所为 这些孟子的教导 古圣先贤的教导 两千多年之后 在今天河北石家庄 这个普通的家庭里 落实了 我没说 真的 习主席看到了 国君看到了 他太欢喜了 我这国家 我这个民族 这是要出圣人的 要出 要出了不起的人的 会看 看历史书 不能白看 那些圣贤 了不起的 政治家 军事家 财俊 豪杰 怎么来的 都是从这来的 顽固子弟 少为难 现在家家户户 都像是顽固子弟 都被六个大人 伺候他 那么这个节目 录像我们看到这里 家长们一定非常感慨 还有学校的老师 校长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七集节目 大家再往后看 你把它看完了 你会发现 根本就没学那些 现在这家长 拼命给孩子 上那个补习班 报那个才艺班 吹笛子的 弹钢琴 跳芭蕾 怎么学书法 练唱歌 净弄这些没用的 这孩子一点不学这个 人家就这么好 我们的孩子 把这些都学变了 越学越赖 越学越差 为什么呢 那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是浮华的东西 全是娱乐的东西 这孩子能靠娱乐活着吗 能靠吹笛子活着吗 除非将来让他吹笛子 上街要饭去 你学那干什么 先学怎么活下去 怎么正常的生活 你看这个家里 房子怎么干净的 屋子怎么打扫的 馒头怎么来的 大饼好吃怎么来的 面条怎么来的 不知道 这是活下去的最根本 吃穿住用这四眼 一点不教 静教他吹笛子 花不少钱 我们真的全都错了 社会的风气 学校考试的标准 所谓这还加分 小孩子们还都比 你看我跳芭蕾 我钢琴多少级 那现在要吃饭了 你弹段钢琴 这饭能来吗 你吹吹笛子 这衣服就能干净了吗 不教啊 这些起码活着 就怎么活着的 这些起码的能力 根本不教 谁都做了 家长做了 我要吃这个 一纸 那东西就来 就给买呀 衣服脏了 扔给父母 房子天天 爷爷奶奶 掘着屁股 在那打扫 他根本就不知道 正常的生活 是靠什么来维系的 他不知道 这难道叫正常的教育吗 你看看这五岁的孩子 这才叫真正的 正常的教育呀 人的教育呀 人道的训练和教育呀 所以弟子归 最重要的一句话 叫不立行 不把守孝涕 刺锦信 不把这些立行 但学文 文是什么呢 文艺 才艺 表演 花里胡哨的这些东西 在那炫耀 在那评分 加分 长浮华成何人呢 这弟子归上讲的 你看看你家的孩子 浮华成什么样子 你看他们的孩子 五岁 什么委屈都受得了 你家孩子稍微批评两句 不行了 要死要活的 人生路 你的孩子能跟人家比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苦口破心的大声几呼天下的父母们 你们快醒醒吧 赶紧回头吧 不要再学那些没用的 涨浮华的东西 让他增长虚荣心的东西 让他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 学会怎么活着 这是他一生 安身立命的 根本 起码的本领 现在不教这个 不崇尘这个 所以你看这小孩子 到我们面前 真是其貌不扬 也看不出什么来 你看人家会这么多东西 这一看录像 这孩子可了不得 这才叫什么呢 有大前途 有大作为 有大出息的孩子的表现 在淳朴当中 蕴藏着这么多真本事 你看我们那些孩子 会弹 会弹琴 会唱歌 跳舞的 望着一站 他会什么 都写在那张脸上 那个气氛就能看出来 不是好现象 那个眼神 听他说话 那个做派 举止坐卧 那个骄傲 他会什么都写在身上 绝对不是好现象 没出息 有出息的人 真忍不露下 他财美不外现 不炫耀 不表现出来 就是这样的孩子 而且是真本事 你家孩子那些本事 将来不能靠那个生存的 没用啊 我们真的要决心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教他 花那么多钱 学业器 他只会这个 他不会做饭 他不会谋生 拿着这个业器 最后上街吹笛子 要饭去了 何必呢 一定要教个孩子 生活的真本领 真德行 笑 敬 这孩子都会了 炒菜做饭 烙大饼 样样都会 这是骑马的谋生之道 现在不教了 全世界都糊涂了 家长也糊涂了 孩子也糊涂了 所以你想要好孩子 没教哪来的好孩子 这是讲道理的话 今天这个课程时间到了 下期节目 我们继续来看他们家这个录像 太教育了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 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轻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歌无用 崇德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って